就調它的出力值 對出力值 各位 當它出現的一個狀況就是 嗨嗨 這不對它代表力量不夠 按旗下往上推 沒嗨了齁 沒嗨了齁 這個時候的力量就鬆夠 這是按旗下 再來 沒有嗨嗨 代表力量出得夠 接下來看喔 按一下 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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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一下 PAN PAN 鎖住 手術是按著不動 沒有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就是A 按一下就是B 按一下就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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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單鍵雙切換 再來C模式按兩下 兩下按下去之後 全跟鎖住 全跟鎖 全跟鎖 這一台我最喜歡它的地方是 它三個模式的遙控器都活著 其他牌子喔 只要模式在變的時候 有的時候遙控器 搖桿的會死掉 會有死掉的問題 有的全鎖 有的半鎖定 它搖桿會鎖 不讓你動 這一台不管在任何模式下 搖桿都是活的 這個對搖桿非常的重要 這個東西呢 到了這裡齁 我蠻肯定一點就是說 我們已經做到 這裡記得這個線 調完之後呢 把它收到裡面去就行了 它這有埋線區 埋線孔可以埋線 埋到裡面去就行了 埋進去 好 那這個機器呢 現在CP值最高 那再來我們再講幾個重點齁 來 看好 123 1234 1234 歸正 123 拍自己 拍自己不是真的要拍自己 我們有拍一些案子的時候 記得齁 手機呢 讓它來當作監看 包括GH4 A7S 還有一部分的Canon 都有手機功能 那這些手機功能 不要把它埋沒了 拿來當監視器使用 那當監視器使用呢 你買EC 你買這一台 我待會還會送你網路直播 這一台 可以這裡當監看器 然後網路直播 那另外一台EC網路就沒辦法 只有這一台可以看 你看 我螢幕在這裡監看 我畫面拍後面 在過去我們是用Bucku拍 會摔死 要這樣拍 這樣拍 好 按兩下看好 按兩下 好 舉高 舉高跟好拍 高腳低拍 好 高腳低腳拍 高腳扶腳拍 好 那我這個用途 這個轉向非常的重要 在攝影師基本上都沒有人用到 好可惜 很厲害 好好用 再按三下 他就看對面 就回到你的前面的做法 好 那我的利用是這樣看好喔 1 2 3 1 2 3 4 4就規正 規正 那其他的拍攝技巧 我這邊再講一下喔 他每種模式的應用技巧 都不一樣 你要善用他的應用 應用的這個手法 你才能夠拍出好的東西 怎麼弄呢 按一下 鎖定 再拍一種叫直軌畫面 穩定器 我們滑軌畫面拍完 人家還在加滑軌 這他的效率 再來兩下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半鎖定模式 所謂半鎖定的模式 是左右會跟 上下鎖住 這個要這樣握 然後往前走 像跳蛙子 蛙子一樣 先在空氣中形成一條線 屈膝 好 這樣子移動 你拍出來就不會shake 記得 只有這個姿勢不會shake 千萬別這樣握 移動的時候 只有這個姿勢 是在BOSS的眼光當中 是100分的 其他的 都沒有辦法達到效果 不然你就要買 BOSS的那個叫做 五軸 六軸 好五軸 買五軸 好 第三個模式叫 定點模式 一二 定點拍攝 做運鏡用 現在有點硬 待會呢 我們只要用手機調餐之後 它就可以很滑順的 進行 運作 它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有點 噴得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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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上三種模式 最後複習 鎖定模式 拍滑軌畫面 直軌畫面 半鎖定模式 直線移動 好 橫線移動 好 全跟隨模式 定點運鏡 跟低動態移動使用 這三種模式 分別運用在不同的領域 那再來這三種模式 帶在掉臂上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解說 它帶在掉臂上的時候 這三種模式分別有不同的操控 還有如何利用手機 進行它的那個 吊掛式的控制作業 謝謝